在桃園龟山有一家超人气的汤品专卖店 招牌的胡椒猪肚鸡汤以及XO干杯酱拌面 看似简单却藏着深厚的功夫 原来这间店的老板大有来头 不但曾经是五星级饭店的主厨 还拿下多次国际烹饪大赛的金牌 但看似风光的他在创业路上却是屡屡受挫 曾经经历过多次失败 不过他并不灰心 靠着汤品还有拌面重新出发 每一道料理都是亲力亲为 希望自己30多年的厨艺 能以评价的方式让更多人吃到 韩国人生鸡汤 川味牛肉汤 新加坡肉骨茶 各式各样养生美味的煲汤 在微凉的秋天喝下去 每一口暖心又暖胃 但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这个 猪肚鸡干杯 里面要先拌开了不然会粘在一起 装排的越式胡椒猪肚鸡汤 搭配手撕XO干杯酱拌面 超人气的组合 还有三道功夫小菜 再来杯爽口解腻的酸梅汤 分量超级丰富 也让这家位在桃园龟山的汤品专卖店 吸引了不少老主顾闻香而来 我喜欢这家店的胡椒猪肚鸡 就是第一个它就是它的汤头 就是喝起来非常的清爽 没有油腻感 然后它是真的有胡椒的淡淡的 淡雅的那个香气 然后喝到嘴巴里面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就是那个胡椒 微微的辣度 然后就在你的口腔里面 然后非常的舒服 肉啊 酥度那些都是蛮Q感的 对啊 然后就是没有什么负担的感觉 比如像我自己觉得 可能不够辣的时候 会把它咬住 才会有一点微微的辣辣嗆感 有点满香的很好吃 不只有绝美汤品 手撕XO干贝酱拌面更是一绝 两大匙的干贝丝铺在刚煮好的面条上 轻轻拌开 有嚼劲的细白面瞬间跟干贝酱融为一体 入口后满是鲜香 看似简单却深奥的料理 全出自店内的这位金牌主厨 48岁的曾良全 厨林已经超过30年 曾在2008年第三届海峡两岸烹饪赛 拿下金牌 2009年的第六届世界烹饪大赛 也勇夺特金奖 厨艺精湛的他谈起煲汤这回事 可是特别讲究 那我们这边都会自己洗完以后 再去做做的动作 那全部用的都是挑鸡腿 那一只鸡腿大概就是 大概600多公克到700左右 招牌的胡椒猪赌机 从食材挑选就充满学问 精选当天现载的温体防土鸡 再用手工分切 只取鸡腿的部分 接着先下锅汆烫 一般我们是烫到 大概都会三五分钟 让它水滚 水滚那至少把血水烫掉 去掉血水和杂质 为了让脉象和口感更好 腿骨的最下端 鸡骨轮的地方都会去掉 改用来熬制鸡高汤 鸡油的话要晚一点才捞 等到你鸡汤熬得差不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熬一个鸡汤 大概要45分钟左右 鸡骨头才会完全入味 那时候才会来捞鸡油 这样子鸡汤香气会比较足 时间和火候的掌控是关键 也得滤掉多余的杂质 半个多小时以后 干纯的鸡汤完成 这时候为了让汤头更清爽 还有这道工序 鸡油这个时候就不留了 在熬汤的时候留着 然后当我汤熬完的时候鸡油就不留 那你炖起来汤品里面 才会清澈不带油脂 而这还只是用来打底的鸡汤 要包出精华 烫好的鸡腿和猪肚 得分装在汤中里 再来就是这道汤的灵魂 黑白胡椒粒 用胡椒粒 那有些胡椒粥鸡你常煎到 可能用了胡椒粉 粉类比较多 那我们是黑白胡椒都会一起用 柬埔菜种植的过来的 对食材真的相当讲究 很少国际各大赛事 也曾在五星级饭店担任主厨 虽然顶着金牌主厨的光环 但增良全在创业的这条路上 走得并不顺遂 卖过日本料理 台式羊肉炉 以及西式简餐店 还曾在宜兰开过无菜单料理 但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那时候宜兰 人家说最豪欧的餐厅 就是我那一间 三百多瓶只摆了六桌 那我以为说 六桌怎么样都会客满 还真的一桌都没有 我自己外务多 上节目 把握公司活动 锅具代言 上课 比如说我今天一个礼拜有七天 那我大概七天都会有活动 外务太多 一下写书 一下出席活动 让身兼多职的增良全 无法好好经营餐厅 一连创业四次都失败 还赔了上千万元 五年前他痛定思痛 还清债务后 选择重新出发 改卖汤品和拌面 另转站冷冻料理包市场 把在宴席才能吃得到的 功夫煲汤 推出一人份 就连小菜也来自他精湛的厨艺 经典的干编四季豆 是他最拿手的川菜之一 猪肉末先下 再来虾米及冬菜下锅爆香 翻炒时也是功夫 对 虾米油是炝锅用的 然后咸度是盐巴 那四季豆吃起来 要咸中带甜嘛 少许的盐巴和醋 让炒出来的四季豆 咸香够味 就连外厂用的餐具 他也把五星级饭店的那一套 搬来自家店里 这边是在热碗嘛 所以这边碗是烫的 他就是确保他出去的时候 他能在用餐的时候 汤甜的不够热 有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 第五次创业 让曾良全这次开店 特别谨慎小心 任何事情都亲力亲为 看在好友眼中 简直就是完美主意 他有时候半夜打给我 问我要不要上来吃东西 其实找我试菜 他还是一直不断地想要创新 一些新的汤出来 比如说他当初他的汤 我们也是一试再试 试了二三十遍 所以才是要觉得说 他自己认为可以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的东西 他才会推出来 没有退路的他 只能背水一战 索性狂天不负苦心人 终于渐渐做出成绩来 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厨艺 以评价料理 让更多人吃到 一个努力 他不一定会有收到成果 对吧 但是你不努力 是一定什么都没有 对 那我们人做 就是努力看看 他可能住高雄 他刚好他要出国 或是回国下飞机的时候 直接绕过来的 那个心里就会有成就感 昔日的成败 是经验也是养分 曾良全需新检讨 重新出发 这位金牌主厨 未来还会继续端出 更多的功夫美食 满足韬客味蕾